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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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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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小刚要跟大家分享的 全新发布的这个Speed Timer 在Prospect系列里面的这个即时马表 那这两款是 小刚现在手上带着这一款 是一个全白面的这一款 整个表盘一眼看下去 就好像这个 这个你到进攻的网站 他会有告跟你讲 他这个表盘的设计 是参照为这个 以前那种进攻的这个即时表 就我们握在手上的那一种stopwatch 就是这个倒数即时的这个马表 非常有这一种速度感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尤其是这个暗把 做的是比较突的这一种 比较长的 非常有这种复古的味道 个人非常的喜欢 42.5mm应该是这个表格 那你会看到他整个机型 是用这个8R系列 8R46的 那你会看到机型的部分 其实是跟8R48 是一样的这个系列的 只不过8R46的这个机型呢 它是两眼即时的 那8R48是三眼即时 那主要8R系列的这个机型呢 它也是一样有这个垂直离合 倒住轮这一些的 不过有一点可惜是 我看来看去这个机型啊 都看不到它那种 那个里面机型的那个 倒住轮的这个这个齿轮啊 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些零件啊 是唯有一点点的遗憾 我觉得如果这个机型啊 再做的大胆一点的话 我觉得会 哇更加的棒啊 那这一支表是 我个人非常喜欢 有另外一支是 它有点银灰面的哦 哇我小刚 那一个不是限量版的哦 那这个白盘的呢 是全球限量1000只而已哦 那主要是有两个颜色哦 第二支小刚刚 带大家看的表呢 呃 可以说是目前啊 非常非常的货 甚至有这个民间啊 很多这些玩表的朋友啊 呃 拿它来跟这个劳力士 Rolex的这个Daytona 就是这个panda 熊猫这个面盘来做比较 那因为这一款哦 它售价才马币2000多左右了 它是一个呃 太阳能的这个机型 只不过它有出了一款白面的 所以很多人就拿来做比较 所以也炒得非常非常的火 那小刚来之前呢 才知道来了之后啊 询问才知道 那连小刚 小刚哦 自己要拍 都没有现货给小刚拍 因为实在是太火了 所有的表都卖了出去 哦 基本上啊 那个白盘 所以在这边要跟大家说一声 抱歉 小刚确实没有机会拍这一支白面 给大家看 因为实在是太火了 哦 基本上没有货给大家拍 哦 现在我们就跟 呃 小鱼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哦 一些别的一些颜色 一些款式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除了 啊 少了这个白盘 白色的这个表款之外呢 那其余的三个颜色啊 都会呃 在影片中啊 朋友们可以看到哦 那有一个带一点 呃 蓝色的这一种 呃 喷沙的这一种表款 有这个倒数祭司这个红色的这个秒针啊 哇 也是非常的帅 再来就是全黑的这个黑色的表圈啊 黑色的表盘啊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一款全黑的哦 那再来就是一款也是带有一点复古的味道的 就是这个有一点像他这个表盘有一点像沙漠的这个颜色的啊 就是眼前可以看到这三款哦 那主要他名称叫Speed Timer哦 那其实如果你有了解啊 这个进攻的话呢 可以看到哦 其实Speed Timer 在这个古董的这个万表啦 古董的这个进攻表就已经有这个名字哦 那也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6139这个系列啊 大家知道小刚有玩过这个 小刚自己本身也有玩过这个 进攻这个Chronograph的这个祭司马表啦 那个黄面的黄色表盘那一款哦 是其中一款唯一一款进攻 执行过这个太空的这个任务的这个表盘 哦这个那以前的这个Speed Timer啦 6139那一种啊 也是一样哦 这个机型啊 它也是有这个导柱轮啊 有这个锤子离合的这种机型啊 那到目前为止呢 到现在呢 这一种古董表也是非常有收藏的这个价值哦 那到现在他用回了这个Speed Timer的这个名称哦 他的这个构思啦 整个就是讲求有一种 这个致敬的这个意识啦 致敬的这个向历史去致敬啊 小刚个人非常的喜欢哦 那今天这一款表呢 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暴力 呃 卖的就是主要就是他的颜值哦 那他这个颜值呢 真的是我可以说 诶 可能在这个价位当中啦 这个颜值应该是我目前看过啦 最吸引我的这个 呃 这种清明价位来讲的话 这个祭司马表哦 确实非常的喜欢哦 那扫了这个白盘 给没有机会让大家看到是一点点的遗憾啊 那机晶的部分也是用了这个 呃 非常耐用的这种进攻自家的这个 呃 收纳啦 就是这一个太阳能除电的这个机晶哦 那尺寸上手的这个感觉呢 也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好哦 这个小刚也是 呃 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好 今天在这个Road Show啦 就是呃 特别这两款哦 就是主要刚发布的这个新的表款 进攻哦 那就是今天小刚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两款表款 上手的这个感觉哦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呃 大家想看什么款式可以留言给小刚知道 那小刚有机会再做个影片跟他分享一下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哦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进攻的一些新的表款 小刚确实啊 真的还蛮喜欢啊 尤其是那个 那样人的那个 祭司马表那个款式哦 呃 上手的感觉 呃 那个尺寸啊 大小来讲 小刚个人觉得 确实是刚刚好了 以我的手腕16.5 呃 我上手的感觉给我是非常的舒服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所以呃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你还跟大家讲一声 你还跟大家讲一声 讲拜拜啊 拜拜 拜拜 哈哈 哇小刚刚要走的时候才发现哦 哇原来小刚还有这个手礼哦 可以拿 非常感谢这个AWG的老板 给小刚这个礼物 对 对 对